第2211集 精灵族出战 只是楚阳还是继续强撑着 挪动身体到顾毒行等人身边查看几人伤势 确定状况 毒行的身体状况最好 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完全可以自行疗伤 当真了得 楚阳这会儿是真心有些惊讶了 因为顾毒行的体内明显多出了两股力量 而且整个人的修炼方向似乎也在发生非常惊人的变化 这种变化对顾毒行来说 那绝对是天大的好事 一直以来 楚阳对顾毒行就有一种忧虑 因为顾毒行性格如见 太过锐利 太过刚强 吉刚则已辙 事实上 楚阳早就打定主意 再次见面的时候 一定要对顾毒行说明各种缺陷 以及可以改变的途径方式 方法等等 可现如今 顾毒行自行参悟的这种功法境界 显然更加适用于顾毒行本身 比楚阳能够给出的指点还要优胜许多 至此 楚阳终于完全放心 顾毒行已经找到了最适合他自己的道路 好啊 毒行的伤 只怕不用我插手帮忙了 楚阳很欣慰地说了口气 等他自己用新的领悟彻底消除圣君的天道规则之力的痕迹之后 他就能够完整的再进一步 这种情况下 以本身功力自我疗伤 虽然好事稍长 但好处却是更多的 至于无伤和丹琼 还有泪尔的伤 同样没有大碍 等到再检查过董无伤三人 楚阳更是宽心大放 董无伤三人虽然沉重 却非死亡症状 只需要一颗超级版九重丹 就可以迅速恢复 给三人服药之后 楚阳又来到不留情面前 当下不由得皱起眉头来 布老现在状况怎么样啊 顾妙龄问道 不同于楚阳顾独行 习惯称不留情为老布 顾妙龄却非常的尊敬布留情 称他为布老 关于这点 顾独行和顾妙龄之间 彼此纠正了很久 反正是谁也没有矫正过来的 对方也就听之认之 老布的情况略微有些麻烦 不过也没什么大碍 楚阳说道 他没有独行的感悟 本身生命潜力又消耗太多了 所以他的伤势 肯定需要不短的时间予以恢复 但是还是可以恢复的 不用担心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楚阳和墨天机等人都在调息恢复状态 而季默和罗克迪等人则是全身贯注的护法 看到现在的情况 两人都在庆幸 幸亏刚才没有真的打起来 所有兄弟中几乎是有五个人失去战力 还要再加上一个战力不逊色于自己兄弟的莫泪尔 真正打起来 恐怕是不敢设想 就这样一直到了晚上 众人才逐渐的恢复过来 而众人现在立身之处 已经是换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所在 下一步怎么办呢 所有人都看着墨天机 包括正逐渐恢复过来的孤独行等人 九节智囊吗 不问你问谁 下一步 墨天机查看着天机情报部传过来的消息 眉头再次紧皱 显得选择艰难 一时间 真正有些难以取舍了 整个天下都在大乱之中 我们不能这么疲于奔命了 否则很大机会 给予敌人可乘之机啊 而现在 圣君就在大西天 圣皇宫的主力 也大多都在大西天 这个状况 就等于是给了我们机会 谢丹琼 立即动身返回末英天 准备接下来的大战 致力压倒一切反对的声音 董吴尚和莫泪尔 现在也可以回去终极天 至于其他人吗 暂时先留在这儿 于顾独行重整河山 收集天兵阁旧部 风云再起 嗯 等等 墨天机看着天机情报部 最新传来的消息 有些正宠的说道 大西天没什么动作 为什么 而圣皇宫高手 有向着妖皇田转移的迹象 这是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呢 根据最新宪报 东皇陛下 现在也正在妖皇田 圣君实力贸然进攻 没太大胜算吧 墨天机情不自禁地挠了脑袋 我怎么突然间有些看不懂了呢 确实是这样 你判断圣君会不会去消皇田 楚阳沉思道 难怪圣君自从昨天离开这里 就再没有发动任何围剿攻势 以他在大西天的实力 想要发动一些大规模的围剿行动 绝非难事 更在情理之中 我之前还对此有些担心过 却始终没等来任何变故 而妖皇田那边 既然东皇也在 那么 圣君若是不亲自出动的话 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甚至就算他亲身前去 同时面对东皇妖后 他就有胜算吗 摩天机道 圣君亲王这是肯定的 我只是在想 在发现了我们所凝聚的强皇实力之后 圣君不仅不对付我们 还要连夜赶赴妖皇天 定然是所图必大 相信定然有更大的阴谋 还有就是 我们推测 东皇妖后 同在一处 实力要更胜圣君 但事实当真如此吗 如果圣君没有相当的准备 他怎么会贸人动手呢 所以 这其中必然是另有阴谋 可这个阴谋到底是什么 我却想不出来 摩天机苦苦思索 如果 我是圣君 那么有什么办法 可以一举同时毁灭 东皇和妖后呢 在绝对实力面前 什么阴谋诡计 还能奏效呢 这个问题 一直都在困扰墨天机 以往的对象是圣君 圣君就是一个 绝对实力存在 而现今对象 换成了东皇和妖后 这对组合的实力 还要胜过圣君 要如何才能胜过 这对组合呢 在之前的几天里 墨天机始终在苦苦思索 却毫无头绪 这让墨天机真心的 有些挫败了 所以 他就抓住这个问题 弃而不舍的往下想 想不出来 那就代表 我不如圣君 那怎么可以呢 此刻 不留情在楚阳的精心治疗下 也醒了过来 只要醒过来 那就可以自动的运工疗伤 使疗伤的程度 大大减短 无疑是好消息了 等到第二天 上市同样大有好转的 董物商和莫勒尔 带上楚阳赠送的九中丹 立刻动身启程 返回终极天 而谢丹琼 也在同一时间 返回墨云天 他们三个 虽然本身实力 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行动已经误碍了 只要沿途自行运工 伤势便可痊愈 临别之时 谢丹琼特意的 拜托墨天机 一旦有消息 立刻通知他 在众人之中 论到与东皇的交情 自然以楚阳为罪 其次就轮到谢丹琼 谢丹琼一直都在感念 雪雷寒 当日在莫勒天 帮助他的事情 这次听闻东皇 可能有危险 甚至是挂念 如果不是莫勒天 需要人手坐镇 那简直 他就想直接赶到 妖皇殿那边 伸出援手了 谢丹琼 同样是从不愿意 欠人人情的 三天之后 孤独行以自身修为 彻底压制住了 源自圣君的法则 伤势困扰 连本身实力 也恢复了一小半 除了继续消化隐患之外 又开始着手招拢旧部 恢复大西天天兵阁元气 有了楚阳等人 出谋划策和帮手 这个行动 进行了极为顺利 而且按照 莫天机的意思 直接就在战场 原地旁边的高山上 重新竖起了独行大帝的旗帜 以此号召部署 集结归来 独行大帝 招拢旧部 天兵阁人 急速回归 任何势力予以拦阻 覆灭无遗 这个绝对震撼性的消息 迅速的传了出去 传遍了整个大西天 其嚣张 危霸的姿态 昭然若揭 面对这样 几乎是等同于 公然挑战的嚣张消息 大西天官方 迅速做出反应 封锁通道 并且 前来这山头 全面围剿 可这样一来 可就真的捅了马蜂窝了 继莫罗克迪四娘 莫雷尔 莫天机 莫清武 楚阳 苗普通等人 连番出击 这次下手 可是毫不留情的 完全就是一面倒的屠杀 连续半个月的时间 所有曾经拦阻过 天兵阁归队的人 全都被屠戮以空 无一例外 而前来剿灭天兵阁的 同样被搞得 人阳马蜂 尸横遍野 带队的将领 往往就在半夜三更 无缘无故的 把脑袋给丢了 以这些人的身手 对那些普通兵将出手 连牛刀小事都说不上 那实在是 太欺负人了嘛 就在大西天方面 重重围困之中 古独行被打散的天兵阁 迅速复原 宛如滚雪球一般壮大 原本被打散的军队 从四面八方回归 独行大帝复出 这无疑是一个震惊 整个大西天的威慑性的消息 对于大西天天兵阁来说 那更加是一个无限振奋 人心的消息 每个天兵阁幸存之人 都如同喝了药一般 嗷嗷叫着 冲破封锁赶过来 季默 罗克迪描不通 分头出击皆有 有时候直接冲击数千里 一条一条路的被蹚出来 天兵阁大队人马就源源不断的冲进来 前后半个月的时间 恍如奇迹一般 在重重包围之中聚集起了三百万兵马 这样一个数字简直就是个奇迹 一个传说 一个神话了 在这段时间里 孤独行的伤势愈发好转 到第十天的时候 孤独行就成功的运用大地之气 彻底消除了圣君法则所形成的伤害 接下来那自然是全面恢复 而这次的恢复速度简直害人听闻 不过短短一天时间 就已经恢复了三分之一的修为 亲眼见证这样的恢复速度 楚阳都有些杂舌 因为这完全是运转自身力量的恢复 整个过程中完全没有吃九中丹 或者其他的天才地宝 借助药物进行恢复 庞大的天地元气 被孤独行来者不惧的尽数吸纳 化为己有 对于这种情况 狂见天地无野狂空字跳脚 却是无忌可施 因为不管是谁 就算是圣君现在还在这 那也绝对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现在孤独行那边聚集的高手 光天地级别的就足足有十来个了 几乎就等于九帝以后全员都在这里 这种豪华阵容谁能抵挡 而最要命的是 圣君偏偏在此之前就急如星火的走了 还带走了圣皇宫大部分的高手 这就更加是釜底抽薪了 无野狂甚至怀疑 倘若自己贸然出现的话 会不会被当场围殴 直接打成碎渣呢 整整半个月的时间 圣君方面完全是没有消息 这个状况让墨天机很有些焦躁 谢丹从那边已经问了好几次了 但纵然是以天机情报部的情报网络 也没有任何关于圣君动向的新消息 这就让众人更加感觉到 有一个巨大的阴谋 在酝酿之中 随时可能引爆 孤独型的伤势完全恢复的那天 不留情的伤势也已经恢复了一半了 不留情之前虽然尽好自尊的生命潜力 但是有着不限量工业的生命泉水 以及两颗酒中丹的药力 潜力不但补足 甚至悠悠增长 然后终于爆发出一个很让人意外的消息来 一直存在于妖皇天向来只打口水仗 这个也不服那个也不愤的精灵组 竟然出战了 而且还是与妖皇天正面对决